歡迎來到卓猶區樂部的遊戲教學 這次介紹的遊戲叫Muscaray 是一種適合2至13人玩的遊戲 屬於Party Games 大約會玩15至30分鐘左右 這遊戲其實是《富饒之城》作者寫的2013年的一款新遊戲 我們就看看這遊戲是玩什麼 一開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它就出了一張卡 這遊戲是一個古身份 這些是角色的卡 你會看到一些叫錢 這遊戲是誰最快拿到13元便會贏出這個遊戲 還有一些角色的列表 因為我們每個角色都有些效果 你會看到角色的客戶上有一個圖示 給你知它有什麼效果 他說不是,我的圖示真的記不到 有一個很詳細的表給你看到 還有一個叫Code Code Code 我們待會有些人會罰錢 罰錢就放在Code 就像我這樣放在 還有一本說明書 這個遊戲呢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設置 我們待會有些人會用一些角色 小遊玩可能會有2至3個 但基本上你超過了五、六個 都是每人一個 至於我們整個遊戲 用什麼角色 其實它都會有說 在看說明書的第一頁 告訴你 有幾個遊戲 會用什麼角色 紅色的就是用 而且你推 就這樣 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正常模式 正常模式 就是 我們每人一個角色 好了 好了 洗完之後 我們待會會有這個角色 假設我們現在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角色 假設現在 五、六個 就是這樣 好了 一會兒我們會在銀行 去到 拿六元開始的每人 基本上 就可以這樣開始了 你見到這個角色 這個是沒有效果的 他這些是什麼都沒有的 因為這個是作者 讓我們自己創作 一個角色的角色 的能力 你可以先 這個就好了 還有 我們有些 很長條令的Token 就告訴你 我們在這類型的角色 我們有什麼角色 在這類型的角色 你如果用了什麼角色 你放在中間 讓人知道 我們這類型的角色 是有什麼角色的 就是這樣 好了 當我們每人有一個角色 基本上可以開始遊戲了 這個遊戲 我們就 輪流你的回合 去做行動 一到你那時候 你有三個行動 可以讓你選擇 你選擇其中一個做就可以了 第一個行動 就是可以去到 看自己的角色 為什麼會呢 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遊戲 是不可以看自己的角色 不是Free Action 你要犧牲一個行動 才可以看自己的角色 但是呢 我們一開球 我們一開球 其實我們是 設定的時候 我們都會 揭開自己的角色 給別人看的 可能你要看10秒 然後我們就扣起來了 好了 有人說 EK 這麼多10秒而已 我也知道自己的角色 但又在中途 你會不斷去換牌 所以你會不知道 你要浪費一個Action 去看自己的角色 好了 第二個行動 你可以選擇的 就是桌底交易 這個桌底交易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你首先選擇一個人 好了 我現在選擇他 然後我進行一個桌底交易 這個桌底交易 就是我把你的牌 和自己的牌 放在桌底上 好了 然後 給你避免一張 話說 它是不知道你換了它 或者不要換都不站 你可以自己選擇的 第三個行動 你可以選擇的 就是用你角色的技能 你說 不是啊 我可能不知道 我的角色是不知道什麼 我可不可以用到 也可以的 譬如假設現在 我是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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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假設 這個是10元 因為他有10元便會贏 其實我不是的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 他說 我現在是國王 這個不是國人 國王拿了3元 我現在是國王 然後有沒有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全部都說不是他 那我就可以用 我可以拿到3元 因為沒有人質疑我 也沒有人說是 我就可以不用開角色 這個牌 就可以拿到 他說不是 原來我是國王 然後有人說 原來他才是國王 然後有人說 他也是國王 他才說我是國王 現在時候 我們認那些人便開了 認那些人便開了 有沒有真是國王 先開了 好了 假設現在開了 原來真的有國王存在 那真的有國王 當然可以用到國王的效果 就是拿3元 其他騙人的 那些 又可以把自己的1元 放在一個角色上 罰款 就是這樣 總之 講大了 一定是罰款 除非你沒有人 沒有人去挑戰你 當然 你講真話 而你展示角色的牌 你就可以用到角色的效果 好了 好了 這個遊戲呢 我們每個角色 都會有些效果 我現在和大家講完這個效果 那就 搞定了 好了 這個第一個要過人 就是去拿3元 算過時 現在用過人能力 就是拿3元 就好了 現在就拿2元 這個就是 你可以和別人交換牌 就是做一次桌地交易 如果你這樣做 你可以去拿1元 這個就是 最多錢的人 他就要付2元 這個就是 平時應該 正常是 13元就會贏 現在就不用了 10元贏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自己的牌 再合起來 然後和他 最後應該是桌地交易 對 你不交也可以 好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可以在一個角色裡 拿所有罰款 對 在一個角色裡拿 這個就是 你可以和別人交換所有現金 譬如 拿1元的 他有10元的 就可以拿10元來 給他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你可以在銀行 不是角色 銀行 你可以去拿 夠10元 這個就是 你左右隔離的兩個 玩家 就要去割給1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有一點特別的 因為整個遊戲裡面 只有這兩個是 孖山英大利的 同一個角色名 如果第一個宣告的人 你就有2元 如果第二個宣告 就得到他 是真的要 就1元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你可以指名一個 Player 而那個Player 他就要去 講自己的角色名 如果一開 如果開了 不是 說錯了 那麼 他就要 他就要給你4元 如果說 不是 沒有 沒有 這個遊戲 我們 頭四彎裡面 因為我們 我們兩回合 在頭四個 你就可以做一個行動 就是交換牌 換角色 你不可以宣告能力 亦都不可以 配合自己的角色 對 頭四個回合 好 這個遊戲 13元 就贏出這個遊戲 基本上最快一個 這個遊戲的遊戲家學 就到此為止